61天 中国真的介入台湾的总统大选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未来台商 百万台商可以说是关键所在 但是不止于此 这场选举当中包括的是 百万的客家乡亲洞见观瞻 明信党台三件的造势 伸出了客家庄 也拉台绿营在陶竹苗的选情 蓝营在马虎配方面 这两天也回访了客家庄 这是国民党容易党主席吴波雄 讽刺说 有个候选人自称是客家妹 可是过去从来 没有听她讲过一句客家话 被这么一呛之后 蔡英文在今天极力反击 她反批国民党过去的执政 常年都实施说国语政策 剥夺了许里多多人的母语学习机会 她说未来执政之后 她要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说爸爸妈妈的话 她也说 虽然她不太会讲客家话 但是她以拥有客家血统为种 也希望国民党不要挑起族群对比 深入陶竹苗 蔡英文走客家路线客家话 随堂考结果是 蔡英文自曝每天睡前恶补客家话 但诚实面对不够流利的母语 却被国民党逮到小辫子 这种震红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讲的语言的问题 都不应该是一种原罪 国民党长期的这种说国语政策 那么她剥夺了很多其他母语的学习 跟使用的空间 客家话讲过话 其实很抱歉 但是我会努力的去学习 蔡英文借力使力 反将国民党一军 却也凸显出 绿营台三线活动客家票抢的成功 民进党质疑 国民党狂财小英客家话痛脚 为了抢救客家票 马英九的选情真的是告急了 在陶竹苗整个民调的往下降 让他们急了 我们要提醒 不论是马英九或是吴伯雄 血统的问题可以假吗 客家妹就是客家妹 客家庄刮起小英旋风 来迎传统铁票区告急 搭上族群操作顺风车 3D19白帅林建宏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